之后呢 平安真的可能是最重要的 因为像在台东我们来看到了 不但这个大水把远景因为救人而冲走了 甚至还有人现在还下落不明 马总统呢 昨天视察了嘉义 那么在明熊住了一个晚上 今天继续前往台东去视察 这个最严重的泰马里了 有灾民看到总统当场下跪 拜托总统救救他失踪的爸爸 马总统的脸色看起来相当的沉重 他说他能够感同身手 马总统 美女在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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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来讲 慢慢讲 马总统到台东了解灾情 民众哭着下跪成情 要总统帮忙找爸爸 下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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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机会你已经要帮我 我会 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我不晓得到底跟谁在接灾 我们现在就是要帮你忙 已经列入失踪人口了 现在正在全力的寻找当中 好不好 真的 这个天然灾害在这边也好 其他地方也有很多类似的情况 我们政府都会帮忙的 我们总统的脸就可怜了 已经全部都已经溜光了 远面都没了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家 我们要吃什么 被民众或者手边掉眼泪边澄情 马总统亲身感受受灾户的苦 当场允落要帮忙找人 而且要全力救灾 我爸失踪了 我知道 也很多人都已经没饭吃了 甜甜全部流光光了 大家都没有工作可以做了 不是只有我们家可怜 我知道 我心情完全了解 爸爸失踪了 心里已经难过 我父亲已经过世了 我非常了解这个感觉 我可以解释 我知道 我可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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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自走到灾区 体会人民的感受 总统到台东 听见灾区人民的声音 希望能够闻声就哭 中文字幕承评 林宇乔 SNG小组 台东台北 采访报道